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司马昭看到蜀汉君臣有点问题 再加上自己诛杀了皇帝曹毛 在魏国的影响很不好 所以司马昭决定发动法蜀之战 司马昭发动法蜀之战 国内反对声一片 就连邓爱这个长期和蜀军打交道的名将也反对法蜀 因为大家都觉得虽然蜀汉实力大不如前 但是也远远没有到达要灭亡的地步 最终司马昭力排众议发动了法蜀之战 因为他的目标其实并不是一战灭亡蜀汉 而是只需要立下部分功劳即可 比如说抓住达中屯田的姜维或者打进汉中 这两个任务只需要完成一个 司马昭就足以向魏国国民交代 足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的能力了 而事实也正如司马昭所料 中会大军顺利地打进了汉中 完成了自曹操以后魏国其他人都没有完成的任务 使得他在魏国国内获得了空前的支持 之后司马昭便进进攻加九西以此嘉奖自己 中会这边打进了汉中 完成了司马昭的一个战略目标 但是邓爱那边却放跑了姜维 于是邓爱为了将功补过 选择铤而走险 走阴平小道进攻蜀汉 最终成功地进入蜀汉腹地 打了蜀汉一个措手不及 面对突如其来的邓爱大军 刘禅立即命诸葛瞻率军前去抵挡 结果诸葛瞻不敌邓爱全军覆没 关于邓爱和诸葛瞻的战斗 很多人都非常疑惑 邓爱明明只有两千人 为何能够击败诸葛瞻数万大军 为何能够逼降流产 实际上大家之所以会有这种疑惑 主要是因为大家错误估算了邓爱的兵力 邓爱进入蜀汉的先锋只有两千人 随着邓爱大军陆续地进入蜀汉腹地 其兵力至少有两万人 而蜀汉这边呢 全国总兵力只有十万人左右 将为那边有四五万 汉中的汉勒二成还有一万人 除此以外 防备东吴防备南中的边疆也有几万人 所以说成都平原上根本就没有多少属军 诸葛瞻手上的军队最多不过一万人 由此可见诸葛瞻的军队人数根本比不上邓爱大军 而且邓爱大军是常年在一线作战的部队 诸葛瞻的军队素质也比不上邓爱大军 所以说要是硬碰硬 诸葛瞻大军确实是比不过邓爱大军的 而面对邓爱大军的兵临城下 蜀汉朝堂也分为了两派 一派是支持撤退的 一派是支持投降的 最终投降派占据了上风 刘禅见大势已去便同意了投降 自此蜀汉覆灭 蜀汉灭亡时 蜀汉军队的主力仍在 大部分国土也在 可以说蜀汉的灭亡是最不像正常灭亡的 于是不少人都很疑惑 如果当时流禅不出城投降 那么结果会如何呢 蜀汉还会灭亡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展开讨论 一方面是流禅选择坚守成都 等待其他军队的救援 一方面是流禅撤退 继续和卫军周旋 流禅坚守成都 事实上如果流禅坚守成都 选择等待其他蜀军的救援 结局会很惨 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蜀汉人心不可用 邓爱击败诸葛瞻后 一路大摇大摆的来到成都 路上根本没有遭到激烈抵抗 那些城池的守将 要不就是逃跑 要不就是撤退 可见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为蜀汉尽忠的心思 而蜀汉朝堂这边呢 反应也是一言难尽 事实上在整个三国时代 这些豪门大族 他们就是最大的强投草 哪边强大 他们就倒向那边 当年曹操南下赤壁 整个东吴重臣大部分都选择投降 这就是证明 而刘备入川时 刘章的手下 益州的本土势力也选择投降 这说明这些世家大族都是一个德性 根本没有忠心可言 刘禅其实已经知道蜀汉的处境了 相当于说益州的这些豪门大族 基本都选择了投降 如果强行打下去 强行守城 成都也是守不住的 因为人心已经不可用了 刘禅的大部分军队都在外边 要想守住成都 他必须依靠城内的益州本土大族 但是很明显 这些人并不支持继续抵抗 所以说成都根本守不住 如果刘禅要强行守城拒绝投降的话 这些大族很可能偷偷打开城门 放魏军进来 或者偷偷地把刘禅抓起来 到时候刘禅的下场更惨 二 没有守城价值 邓爱兵临城下 刘禅下召秦王 那么前来救援的蜀军 能够击败邓爱大军吗 我想是很难的 邓爱军队有两万人左右 且邓爱是和姜维一样的天下名将 本文认为两军相碰 最终胜负难料 很可能蜀军是打不赢邓爱的 最后刘禅还是得弃城撤退 所以说对于刘禅来说 其实坚守成都并没有多大的价值 相反 他还有承担被活捉的风险 更为重要的是 当邓爱大军濒临城下时 姜维必定会回师救援 而姜维一动 中会大军必定会紧跟着入蜀 到时候蜀地就有十多万蜀军了 再守着成都已经没什么价值了 只能撤退 刘禅撤离成都 如果刘禅撤离成都 有两个方向可去 一个是去东吴 一个是去南中 若去东吴 东吴考虽到纯王齿寒 必定收留刘禅 但刘禅也是近人篱下了 将会受到很大限制 这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而若是去往南中 形势则会好很多 首先南中这个地方 是典型的一守南宫 魏国的骑兵不好打进来 蜀汉的山地兵正好发挥优势 能够有效阻挡魏军的进攻 其次南中这个地方并不穷 东汉末年时 南中的永昌郡 就是全国第二人口大郡 说明这个地方 其实是非常富裕的 完全能够支撑蜀军休整 最后魏军内部并不团结 邓爱一心进攻蜀汉 但是邓爱的情商比较低 司马昭不喜欢他 中汇这些同僚也不喜欢他 所以长久下去 中汇和司马昭等人 必定会对邓爱动手 而中汇本来就有不轨的心思 想要夺取卫军大权 对抗司马昭 所以说只要刘禅派人策反中汇 遵中汇为蜀王 表示愿意和中汇和平相处 甚至假意称臣 中汇很可能铤而走险 毕竟司马昭也不放心中汇 邓爱死后 中汇就是下一个 所以说要是刘禅撤退到南中 其实蜀汉并不会短时间灭亡 蜀汉众人仍有一战之力 对于刘禅来说 只需要站稳南中 然后挑动魏军内乱 顺便让罗宪放弃永安 许诺东吴一大片土地 将吴军引入蜀地 这样的话 蜀地就会变成 魏蜀吴三方角力 蜀汉不至于快速灭亡 而两年之后 司马昭去世 魏国必将陷入动乱 五年之后 先被叛乱 这将进一步耗费魏国国力 届时 刘禅甚至可以带领众人 重新打回蜀汉腹地 即便打不回去 退到云南 当一个云南王 也不失为良策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 按一下屏幕右下角的 订阅按钮和小铃铛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 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